大家好,我是LINE品牌營銷的ELSHA 对很多广告主来说 LINE已经是一个必备的媒体行销工具 因为LINE拥有全台湾两千一百万的用户 而且对很多用户来说 LINE已经是生活当中不肯或缺的一部分 那这样高年轴度的媒体 是各个广告主一直想要拿来 作为与目标族群沟通的一个平台 而在这样广大的LINE行销生态圈里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年轻的、年长的、含金量高的、爱搭捷运的 都可以在LINE里面找到 那如何精准地找到这群我要的目标族群 可能是很多行销人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要在LINE里面找到目标族群有很多种方法 那其中最有效率的就是在LINE里面建立一个品牌专属的用户资料库 许多品牌在LINE里面已经成立了官方账号 来经营忠诚好友以及消费的顾客 另外LINE Points Ads 因为LINE Points是一个很好的优惠诱因 可以用来吸引一些对优惠资讯相当敏感的人 还有Display Ads像是许多品牌主都很关注的一个广告版位 头版MVP是位于聊天页面置顶上方的大版位 是很多品牌主用来投放来触及作为建立广告知名度的一个工具 而我们还有贯穿LINE各渠道的LINE Ads Platform 也就是LAP这个广告即时竞价系统 可以用来接触广大的2100万潜在消费者 并且协助广告主作为导流以及转换的Solution 那今年度我们也把这些LINE广告的Solutions 以官方账号为核心资料串联 也就是广告主在使用这些广告工具投放广告之后呢 可以建立自己品牌专属的受众资料 之后再延伸做运用 那稍后我也会再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可以如何延伸运用这些受众资料 在LINE的广告生态圈里面做串联 找到更多的行销机会 在这之前我想要先介绍一下LINE Ads Platform 这个LINE的广告即时竞价系统 那LAP它除了可以接触广大的2100万LINE用户 我们也拥有其他竞品无法触及的用户 那它的背后是机器学习 是跨服务的受众投放 那在LAP的广告后台 我们也可以灵活的设定 预算 走期 还有投放的对象 那LAP的广告位置是遍布LINE的各个渠道的 包括LINE的聊天页面上方的Smart Channel 还有LINE Today LINE贴文串 还有LINE Points的任务墙 以及LINE钱包页上面唯一的广告版位 在今年的6月开始也透过LAP来进行广告递送 那么在LINE这些广告工具的资料做串联之后 品牌组可以做什么呢 在资料串联之后 品牌组可以再使用官方账号 LINE Points S 头版 MVP 这些广告工具之后 将互动过的这一些广告受众资料集结在LAP 建立品牌专属的LINE广告受众资料库 要建立LINE广告受众资料库 第一步我们可以先从官方账号的好友下手 我们可以从每一则官方账号的推播讯息内容 以及好友是否有已读点击等行为来定义我们的受众 比方说我今天在官方账号里面推播了一则礼物卡的相关讯息 我就可以在后台将愿意读取这个讯息的好友 定义为对礼物卡有兴趣的人 之后再透过Cross Targeting的功能 将这包对礼物卡有兴趣的受众同步到LAP的后台 并且使用类似受众这个功能 在LINE里面找出有类似行为的人 对非官方账号的好友来做扩大的触及沟通 那透过官方账号后台可以同步之LAP的受众 除了刚刚提到的打开讯息的用户的 这个曝光在行销的受众之外 还有点击讯息里面网址的点击在行销受众 还有我们透过LINE其他的广告工具 像是乐队、瓜瓜卡、Beacon等等收集到的UID 也可以透过官方账号的后台 然后把它打包成受众包再同步到LAP延伸做运用 其他像是ID、FA、ID的资料上传 或者是加入官方账号好友的各个管道 也可以打包成受众包来后续做延伸的运用 那除了官方账号之外 LINE Points Ads也可以抓出受众 那对于从LINE Points Ads获得的受众 因为这群用户受众他们会为了获得LINE Points 而透过这里观看影片甚至是完成购买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这群人定义为 容易被优惠吸引的受众 那并且把这群受众资料同步到LAP 透过类似受众这个功能 找到更多同样对优惠资讯相当敏感的人 在经由LAP的广告进一步引导他们转换甚至是购买 那从今年的5月开始 我们也把Display的明星商品 头版MVP加入了Cross Targeting的一环 头版MVP这个位于聊天页面上方置顶的版位 可以触及1400万以上的用户 所以品牌可以运用这个版位来播放影片广告 广大建立广告的知名度 而头版MVP的影片观看受众 也可以利用Cross Targeting同步到LAP 针对这群已经对于品牌有基本印象度的受众 使用不同的素材再一次沟通 进一步引导他们做转换购买 所以综合以上各个使用场景 我们可以发现要做Cross Targeting 首先在做官方账号推播讯息的时候 或者是在执行Points 头版MVP这些广告的时候 可以先把不同轮廓不同喜好的用户进行分类 做出品牌自己的自定义受众 然后将这些受众同步到LAP之后 可以使用类似受众这样的功能 来扩大找寻心机会 或者是锁定这些受众的资料 再一次的做精准的再行销 最后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些受众的轮廓跟喜好抓出来了 我们应该运用不同的素材来对他们进行沟通 才能达到最好的沟通效果 因此透过Cross Targeting 现在品牌主在推播官方账号讯息之后 或者是在执行Points Ads 头版MVP广告之后 都可以把这些广告的受众集结在LAP 建立自己品牌专属的广告受众资料库 后续再将这些受众资料延伸再运用 串联整个LINE的行销生态圈 触及更多的消费者 创造更多的行销机会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